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是很久了,包括以前台长那边很早,到早期都是科新知 跟我们分享很多科目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发现,用广东话做一些很正经的节目 其实不知为何是很少人做的 如果你说用广东话搞笑、创意地分裂的东西就有很多 大家在YouTube也会有很多 但正经的说话又不是偏颇 有立场,但不失是中立的 客观又真的不多 正经的说话是不多 学到东西的,或者听得舒服的又是不多的 所以,例如我们军武器人也好,科新知也好 我都觉得难得在YouTube大家会听得到的节目 所以基本上,我胆粗粗 有人介绍他就认识陈博士 所以就跟他开麦谈谈 所以今天就访问了很多事情 有好几个问题,我们都想知道 我想我们的网友都想知道 陈博士,我见你科学新知的节目 都不是短历史的了 做了都差不多 其实你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知道你有教了书 有做了研究 你平时工作都忙的了 我们都相信 你又怎样会有个推动力 去做一个节目 我见你YouTube也有个节目 Facebook page也会说一下 你有什么驱使你去做这件事呢? 当初就很天真 普及科学我自己自小很喜欢去看 那自己就去找书看 但是我发觉 其实在坊间 你如果想在一些有声的媒体 无论你是收音机还是电视 你去接收这些科学科技的资讯 有很多的机会 其实你如果看回 在八九十年代电视台 是比较有心机去做这些科学科技的 是有些专门的节目去做的 但是其实去到月后 我发觉就越少 但是很有趣的 你明明月后 那些东西越是日生越异的 但是为什么反而是越来越少 就是人去做这类 这么有资讯的东西呢? 这个大家都明白 原因就是很多时候 是一个成本效益问题 那你如果是普通那些公众媒体 第一件事想的就是利益的问题 就是赚到收视 那些赚到广告 那我就觉得 网络上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成本的 那些人喜欢听 就是不喜欢听 就是不听 那起码那样东西 又算是我自己做得到 那我真的纯粹就是想完没有人做 就去做 那也都很长时间都没有想过 其实就算到现在 没有想过要靠这件事来找到饭吃的 也都以后都不会靠这件事来找到饭吃的 但是我随着 我记得 如果科普节目 我很早就跟梁錦祥台长就开始做的 是 没错 但是正正式式科学新知的节目 我是等到去这个 2015年的年尾 我就开始做了 那不觉现在 就是现在2023这样 中间虽然有断过半年 那你见头头未未都有 七年的时间 而且也算是挺有纪律的了 几乎每个星期 几乎每个星期 一年52个星期 那我想坐稳有四十七四十个星期 是有节目的了 都是有时大时大节 那公众假期就没有这样的 其实就 那我反而就是越做多了 我又觉得有个意义在这就是 很多不同的国家 尤其是大国 他们都一定有这样的听众 去用他们的语言 去讲一些尖端的科学消息 但是唯独是 如果你说在广东话那里 几乎是没有的 你会见有人 就是会讲一些科学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 要是有个语言 是用其他语言来讲的 如果你要用广东话来讲的 很多时候就是 跟考试有关的那些东西 公开试 是的 如果你要面向到 就是说我要将世界上最新 每个星期最新的科学消息 科学新闻 又不是有什么人做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和梁锦祥台长 他也知道他自己是新闻专业出身的人 他很清楚新闻界的人 读的就是新闻 他不会为了做科学新闻 去读多些科学东西 而且那些科学东西 又要是整天更新的 就算他读过 那些东西可能会出现了 所以就是做新闻的人 他在那些科学知识上 很难有一个机会 去有累積增长 所以他自己也很希望 遇到一个 肯和他讨论这些东西的人 来将每个星期最新的东西 大家这样去对谈 这样去谈出来 于是我们就一直这样做下去 我就没有什么新闻触觉 我就純粹就是 这件事好像 如果纯粹由一个科学人的角度 这件事是厉害的 这样 那就透过一个对谈的形式 去将它慢慢去说出来 其实现在累积到就是 每个星期我们会说到 四五六七宗 就是世界上我们认为 最新的科学发展的东西 而且是广东话的广播 我甚至乎 你这么说 虽然你说 这个一定是一个小种节目 但是我敢说 是 无论是网上 或是包含主流媒体 总之整个我们 广东话媒体来说 德科学生之节目 是真正在做每周科学新闻消息 这个是 因为 我想 我和陈博 我们分享到很多一些东西 包括刚才你说 第一个 找不到 就是肯定的 小众 即使我们 军武器人绝对在这件事上 黄标 你应该很少的 我们也会有黄标 我们很明白 这件事 但是也分享一个理念 就是 第一 没有人做 但是不做可惜 就是分享不到 是 那我们就做 背起了一件事去做 这个我们也挺迟的 就是我们的背景 这些位置是大家迟的 当然 说起 背起的频道 当然有辛酸东西 或者这么说 陈博 你觉得 在科学新知里面 和大家分享一些知识 等等 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么 你有没有觉得 都会遇上什么挑战呢 如果你问我的角度 反而你对科学的知识 本身就不是一个挑战 本身就是你的专长 反而你在做科学新知的情况下 可能是搜集东西等等 有没有什么苦悦乐 或者中间有经历过一些困难的事情呢 我想最难的位置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要承认自己的东西太高高傲寡 有时候的东西是 我原意都是想能够 那样东西是将它 由一个很专业的科学语言 翻译回 变成一个人话 去说出来 但是我自问不能够 做得很足够的 这样东西 另外 都很怕的了 就是有时候的东西 都试过有错的东西 这个就很难避免 但是没办法了 科学精神 你唯有错 就是错就站定地去承认 其实就是 而且很多时候 是没有什么回应 不算很多回应 其实是 有一些东西我认为很棒 但是大家没有什么回应 那是不是我说得不好呢 就不清楚了 但是又反过来 我又不至于太负面 我純粹觉得 用广东话说 每周科学新闻消息 这件事很有意义 反过来也有人赞赏 也有人觉得好 甚至乎有一些是真正的专家 我是在我自己的节目那里 我是知道有很多我苦藏龙的高手 他们都学知的东西 尤其是在某些专家某些领域上的东西 一定是比我多的 但是他们高抬贵手 甚至乎背后有些多手指点几下 然后再增强我功力 让我再说好一点 这件事我又觉得很鼓舞 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些增长 以及不小心认识到高手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是很过瘾的 即使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主持 加入 有时谈开 有他们分享到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 过程里面的得着 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朋友 所以也想问 如果你在做节目上刚才说 可能有时有些 节目里面会认识一些朋友 大家会有个碰撞交流 然后大家会有得着 如果现在你在科学新知 这个节目这样做下去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合作的情况 有没有一些位置 在那个合作上 你会有时是 YouTube也好 或者其他节目也好 甚至可能将来有机会 可能是电视电台也有机会 在当中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 我不继续做 但有些东西 你觉得 我怎么都不会做 有没有那些要求 在那里面 你自己的标准 有一个节目 当时是江湖之力淺 我不知道 原来都是怪力乱神野的节目 然后录完一个节目 我还记得到 那个大台一向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那次竟然肯封历士给我的 平时一般就是 很多时候聘用你去做访问 他觉得给你出镜 便益了你 不用封历士 但是那次有历士封给我 历士封就是写着 多谢演出 这四个字 你意思是 历士里面 不是写着 多谢演出 而是有钱的 有钱 然后历士封上面写着 多谢演出 不是一张纸写着 多谢演出 然后我觉得 喂 我是来讲我学的 我信的 我不是来演你 要我讲的 我就是很忌忌 一件事就是 当时节目组找我的人 就没有讲清楚 节目性质 我觉得是被他骗了 是的 然后就要我讲他 想要我讲的对白 直到在当时的场面 他叫我讲 我死都不肯说 我是差点想扔下 历士给他走 其实是 有一些我会觉得 喂 我是想讲科学的东西 你要在这里拆我招牌 其实如果这么说 我是想认真一点 说些东西 而那些东西 未必是符合你节目的要求 你又要我讲 又要我去演 你也是害我 又很有趣 在同时这个节目里 又有很多类似 级级级的人 又肯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招牌了 那就是 于是乎我对大台的东西 之后我会小心很多 当然也可能因为这样 他应该是怒了我 所以也没有什么理由 所以就只留下一些 有些 就算是大台也好 有一些部分 他们也有认真的人 也不要说一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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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就是2011年那个福岛311地震 他即晚要出特别节目 即晚就要找到人肯来去讲 我记得当晚他找到两个人 一个就是教授级的人 就是很有成就 但是另外一个竟然不嫌弃 就是找小弟 那对了 两位叫做专家之中 我就做个下把位 我专是希望说一些 就是公众能够明白的 就是说人话 那次其实出来 最后反而这样 出来的效果是好的 那天纯粹就是希望呼吁大家 不要去盲目信这些街坊谣言 要留意一些科学数据的公布 提出了一些提点 我觉得在那个新闻节目 就是新闻人和科学人 大家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好的事 虽然最后都是有谣言到处来飞 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来说 就算是大家都做了应该做的事 都应该说的事情 你都减低了伤害的了 起码你都会帮到一部分的人 理解到很低 但是你要完全就是困难的 我都知道 都减轻了很多伤害 还有呢 也有个问题 不能不问的了 因为你怎样说也好 你都在这个媒体的海里面 就是你都在那里浮 所以就很现实 也都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做YouTube做什么都好 你那个曝光 以及最后的话题 就是两件事你都必定需要兼顾的 就算你说有些题目 我是特别有兴趣的 甚至乎你都不 可能你未必去太看 究竟那件事的热度有多高 但是你知道 始终演算法的事情 你也是没得走的 对不对 虽然演算法是怎么没人知道 但是大概大家都猜到 有些题目总是会多些人去看的 所以陈博士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有时候去 你会不会有个选择困难值 我有的 我有时有 我也有些选择困难值 你问我 我个个topic都想说的 你问我 我都不选择 但是最后你时间有限 你很多东西有限 你都要选择 你选择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怎样去 我是有些选择困难的 我自己都会 你怎样克服这件事 然后你又怎样去 去选择一个topic 我相信你也不会完全不看的 始终说一个很深的东西 或者你觉得是没有观察东西 都说都没什么动力 最后只有两个人听 你又怎样去选择这位置 我实不相瞞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还没有很掌握到流量密码 我真的会自认的 我真的会自认的 我觉得首先 我想Larry 你也会想在网台节目上 这么良友不齐 这么多的节目中 想做一些认真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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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我想我首先第一件事 我都是想那样东西 我做不做到才想 你首先如果做得到 你就能够做得好 能够做得准 是 科学东西 这么说 我不擅长流量密码 我也没有特意去经营这个流量密码 所以我纯粹就是 我就是很天真 我就是专心去做 就是预备好材料 说我要说的东西就算了 这件事也解释到 就是为什么我最后现在都缩了一角 也没有什么followersubscriber 其实这个是解释到的 所以你问我的问题 我直接告诉你 我承认我本屁的 基本上我就是没什么想过取舍了 我就是能够 这件事我看得明说得准的 我说了 那就算了 好 当然我们也理解的 因为很多科学上的东西 对雷文来说 他不会是现实生活里面 第一件事是对他有效的 例如我们现在说近期 加息那些东西 大家就感受到 或者是经济好不好 你立刻感受到 但是科学上的 尤其是最新的 可能你说完他 到第一下 他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就是有些情况 是啊 例如说细菌 那怎么办 细菌我平时会碰到的吗 或者可能你说的行星啊 那个爆炸中间 又会发生什么射线 关我什么事的 这些都更好些 如果我说到 某一种的晶体结构 在这个实际的电子零件上的应用 然后在用一个什么实验条件之下 可以做到一些不同性质的材料 这些是很闷的东西 但是有时他那个意味 可以是很有意思的 那我就当自己去锻炼一下 有没有办法去说得出来 其实我也看到有人很愿意 就是这样说 我觉得好的普及科学的材料 就只是靠自己这样演绎都不够 那其实你问我呢 我这么多年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就是我还未可以自己学得好 或者也没有找到一个很便宜的方法 去做很多的后期制作 其实你问我呢 最后如果我假设 将来未来真的有人用广东话 讲这些这样的每周科学新闻 做得很成功 那个可能是其他人 不是陈志云 但我很肯定他成功的位置在哪里 不是因为他说话很搞笑 而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后期制作团队 其实我很肯定是会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自己都喜欢看教育电视 就是小学的时候 已经看了中三的科学 那种感觉 我有一批这样的人 那些内容其实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那些说香港电台教育电视的那些 那些制作的人 你不就很心急做个画面 把这些概念 用一个很形象化的方法去显示出来 其实说科普最后可能就是给了一个 你做这些后期制作 有一个很好的后期制作 把这些很满的 很认真做的东西去显示出来 那些人才是最伟大 我还未遇到有一些这样的人 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 那我等着 是 我们根本会起来到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都要学会了一些东西 例如怎么摆照 有些短片 但是如果要整段做到是有animation 然后除了片头之外 里面也还有 有些片 再夹着一些照片 再加上自己的样子 等等 你15分钟片 可能最后是用10倍时间 帮你练这15分钟片 要的 要的 所以 所以令我越做得多久 我是越佩服那些做后期制作的人 其实 我自己会用的 因为你后期制作的 他花的时间 比你说的会多很多 是的 多很多 他只是想字幕 就是我们的痛苦经验 可能要想两个钟 但是可能你已经有工具 现在AI 那些 当然 去到最后 我相信 我问完这个 就完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出了ChatGBT 就是OpenAI 我们经常都说 那 陳博士 你觉得OpenAI 有没有机会取代到 你和我这些角色 去传播一个知识的角度 你觉得ChatGBT 每日一天就不用我们了 ChatGBT 就已经可以出到节目了 已经说到 虽然 那些声音 可能他们现在就是AI声 遲些可能 像你和我那样的声音 有高低 又有情绪 又有笑声 什么都有 那你觉得 第一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以及这一天 会不会都很快的到 嗯 我就这样想 可能 你说英文世界 可能有机会 会快些 但是 但是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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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回 你说英文世界 你觉得在 ChatGBT世界 有没有人可以 做到 科普 做到好像 那些 Karl Sagan 尼尔泰森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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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会觉得 不会那么快 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想很多时候 你一些 我只是说科学概念 你很形象化地 去表达出来 很多时候 你能不能够 选择到 一个适当的比喻 以及 扣连到大家 一些集体回忆 这样来 将它说出来 或者一些很 common的经验 来说出来 你如果 ChatGBT 他在 所有 有网络 就是网络了 在网上 一些 资料 譬如他说 什么叫做 量子糾纏現象 他一定找到 很多不同的人 写的 文章 那些定义 一路一路 去说出来 然后选择好的 句式都可以 但是 你会不会可以 创造到 一种很好的比喻 令到你将 一些很生硬的 那些 很定义性的文字 来 形象化 表达出来 我也觉得是一个 科普人 可以 自己 有自己 去创造的 一个空间 所以我就 觉得 如果你 做一个 纯粹是 抄网上资料 读出来的人 那你很快 会被这些人工智能去取代 但是如果你是 懂得去 帮大家 用多种不同的方法 去了解这个 说通的一个概念 我也觉得 人老 依然是可以做得 做得好些 我也很希望 是这样走下去 不过就真的 没人猜到 尤其是 尤其是 我们节目也是 讲军事 或者地元政治分析 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是那句 做得一天就做一天 做不做 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 希望也是我们 将来的情况 这样做 今天很感谢 陈博士 接受我们的访问 所以 大家也可以 多些时间 可以在YouTube 里面 搜寻科学新知 也可以在Facebook 我们稍后 做个连结 大家可以 在留言 指定 可以上 陈博士 科学新知 有些最新的资讯 会走出来 YouTube 那边 会更多的详细 解说 所以大家都可以 多多支持 广东话 去做很多 学术 或者认真 难度 真的 陈博士 你和我都知道 真的很难 就是 要我们去找 多数 英文 和其他 但是说 你又要用回 中文 最重要就是 讲人话 这个是难度的 所以大家记得 真的要多多支持 包括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 也可以 like share 我们的节目出现 好 这节目就到这里 其他节目 再和陈博士 再唱谈 再谈 谢谢陈博士 多谢支持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